与艾迪生竞争一辈子特斯拉 制造了可以毁灭地球的恐怖仪器 欢迎来到史上最全留言验证节目 留言终结者第四季第十七集 大家好,我是恩哥 这是了不起的科学 亚当和杰米要测试一项传说中的发明 设计者是19世纪天才科学家 尼古拉·特斯拉 他跨足各个领域 包括机械人、弹道学、电子与电磁学 让他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发明人 据说他发明了死光、思想控制器 以及这个看似无害的手持机械地震机 为了测试他把装置接到他家房梁 调整频率配合建筑物的频率 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整个屋子开始摇晃起来 大家都跑出屋外以为发生了地震 特斯拉只能用榔头砸碎装置 以免造成更多破坏 这东西真的能造成地震吗 哥俩到专利局找出特斯拉的原始设计图 有了设计蓝图 这次的行动计划十分单纯 就是自己制造地震机 看是否管用 经过数小时研究了解了设计的原理 口袋大小的活塞与空气缓冲系统 杰米好像有些怀疑这东西 他们曾经验证过有关共振的留言 那地震机是否跟行军踏断桥一样 纯属留言 但注重实际的杰米发现了捷径 没错 就是眼前这个手提钻 只要修改手提钻的马达 就能做出符合特斯拉原始设计的地震机 有了现成的机器震荡器 只要控制地震的频率即可 接着他们用一根小铁条取代手提钻的钻条 然后制作安装气垫的活塞 现在只剩下气垫要安装 亚当认为他们还没有掌握设计的原则 但杰米只想尽快开始实验 问题是特斯拉描述的无阻力气垫 反而会造成阻力 让机器变慢 这是典型的留言终结者僵局 亚当要照规矩来 杰米想追求效率 但就像老夫老妻那样 他们很快就相互妥协 杰米如愿用机械弹簧取代气垫 看到效果后 亚当也同意改用机械弹簧 仍然符合特斯拉的设计 完工后直接展开测试 他们要用0.6米的钢筋来测试 特斯拉还说 这是他第一次实验时弄坏的东西 搬来频谱分析仪 把一个加速器贴在钢筋上 接上频谱分析仪 应该就知道这根钢筋的共振频率 也能知道何时能达到最高振动程度 准备好后 亚当监测振动回馈 钢筋却没有公振的迹象 根据特斯拉的说法 需要一段时间才会见效 结果圆形地震机故障了 金米把装置修好 转头就又坏了 修好再坏 甚至无法进行够久的测试 来证实它不管用 经过漫长又充满挫板的一天 圆形机器宣告失败 流言的可能性降低 该启用B计划了 计划是制造一个水波槽 安装一个简单的网复式装置 调整后制造出迷你海啸 这次测试可以完美展示出特斯拉的理论 你在推小孩当鞦签时 每次单独的推动 不会让它荡到最高点 而是每次推动都增加了能量 全部的能量总和 就能让鞦签飞起来 特斯拉的理论又出现了希望 杰米和亚当决定继续尝试地震机 杰米有个榔头用的气动工具 体积更小 有被压控制气垫 很接近特斯拉的设计 唯一需要修改的是装上一片钢板 这样方便接上目标物 亚当和杰米再次准备用地震机 瓦解一根钢筋 加速器装好 装置也都接好 测试开始 他们尝试了用气动榔头的各种震动频率 但是钢筋始终没有共振迹象 只能换换其他种类的材料尝试一下 首先是半米长的方钢管 这次他们得到了一点动静 开始看到了一些可能性 最好的机会是测试共振频率降低的钢筋 比如这根6米长的钢筋 只要7赫兹就能共振 经过几个小时的调整 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杰米认为 这个留言差不多可以丢进垃圾桶了 在他看来 这就像是一个跳槽在大梁上跳跃 试图用自己微不足道的体重撼动大梁 特斯拉与艾迪生竞争了一辈子 晚年陷入财务困境 这位塞尔维亚出生的发明家 开始信口开河 他仍然完成了一些伟大的研究 比如雷达的最初原理 他也自称能够制造死光 可以摧毁1万家敌机 仅没想到格兰有个装置 可以对实验有帮助 就是眼前这个电磁性马达 格兰的制动器非常符合特斯拉的理论 直接加上6米钢筋就可以实验 在电脑控制下 频率精准度达到1比100赫兹 他们更成功调整了格兰几乎无阻力的马达 来配合钢筋的天然频率 实验结果非常信任 重点是让每秒的共振频率 配合钢筋的频率 每次钢筋弹跳时 在最高点时要施力往下 往下弹回来到最高点再次施力往下 时间点非常重要 一旦抓对时间点 而且不让钢筋弹跳 以免失去能量 就有非常强烈的共振 如果想试试 用这个装置得到更大的效果 或许可以制造出特斯拉实验室的比例模型 先做比例模型实验 他们花了点时间研究做出正确缩小蓝图 不仅是缩小尺寸 结构与材料的强度也要缩小 繁琐的过程直接略过 1比6比例的特斯拉实验室模型亮相 亚当对实验条件很有信心 但过了很久都没有出现什么改变 只能修改比例 再次用到格兰的制动器 可就算是比例相当于一辆振动汽车 加上数小时的调整 仍然没有毁坏的迹象 但是亚当几予证明特斯拉的能力 他提出了最后的测试计划 他们要把格兰的线性制动器 带去一个大型钢铁建筑 例如桥梁在那里测试 卡内基斯桥这个庞大的钢铁建筑 建于1927年 要找共振的钢铁结构 这里最合适 他们需要找到接上低震机的最佳位置 启动装置 然后调整频率 震荡器开始震荡 调整到大桥的共振频率 如果成功 整座钢铁大桥就会坍塌 亚当确实感受到了旁边桥梁的震动 不仅是震荡器旁边 走到远处还是能感觉得到 经过一番调整 他们找到了最佳位置 感觉就像是一辆半拖车从旁边开过去 这还只是2.7公斤的重量 以每秒25次的频率震荡 当这个装置一确定频率震荡 在几十米外都能感觉得到 不过这不能算是地震 装置已经运转了快一个小时 也只是震动而已 这些震动能量也是无法积累 流言最终还是破解 接下来是一条来自2004年的流言 有个人因为使用熔岩灯而丧生 华盛顿州一位居民发现陈石家中 死因是心脏被一大片玻璃刺入 因为电炉上的一个熔岩灯冒炸 这个60年代的流行象征 怎么会变成杀人凶器呢 三人中决定着手调查这件事 这群超级探员要进行两阶段调查 首先确定熔岩灯放在电炉上 是否会爆炸 如果会 四射的玻璃与胶质 能否会变成射入心脏的致命碎片 为了重建现场 它们需要一排肋骨 骨头屋能满足关于骷髅的各种需求 专业的老板告诉凯利 要让碎片穿过肋骨上的洞 和肌肉以及脂肪组织 然后射入心脏 那可是相当倒霉 另一边 托瑞要挑选好熔岩灯 格兰则是在工作室搜寻 主要嫌疑的内幕情报 经过调查发现 熔岩灯里确实含有很多易燃物 与此同时 凯利正在为真肋骨敷上假肉 她浇灌组织在地胶躯体包住肋骨 为了验证熔岩灯玻璃碎片 射入心脏的流盐 凯利帮半身假人装上假心脏 如果被刺穿 就会流血模拟死亡 放入冰箱冷却一整晚 崭新的假人出炉了 下一步就是重建现场 将熔岩灯放在电炉上 启动开关 假人正对熔岩灯坐在一旁 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加热 不久后熔岩灯发生剧烈反应 滚烫的油和辣 仿佛火山一样喷发 但没有玻璃碎片刺入假人身体 第二回测试 改用加上瓶盖的熔岩灯 希望它能锁住压力 让灯爆炸 十分钟的加热后 熔岩灯在众人的注视下爆炸开来 瓶子全碎 假人表面有玻璃碎片刺入 格兰认为 只要换大一点的熔岩灯 应该就有致命威力 要证明这一点 它们需要制造更多爆炸 一次接着一次的骇人爆炸发生 但半身假人 始终没有受到致命创伤 碎片飞的到处都是 可都无法刺入假人身体 凯利决定进行下一个 很有趣的实验测试 他们要把盖子紧紧固定住 看能否产生更大的压力 但风头不够牢 熔岩灯里的易燃物开始外泄 他们决定要插手干预 喷上一层冷水 应该很有帮助 理论上来讲 喷冷水会让玻璃碎裂 果然熔岩灯瞬间炸开 玻璃碎片深深刺入假人体内 留言证实 熔岩灯有足够能量 在电炉上加热 会让碎玻璃 以致命速度射入人体 三种证实了这个悲剧的细节 但这群业余烟火石 还不打算收手 第一 爆炸镜头还不够 第二 很多产品也可以放在电炉上加热 也就是说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拿来测试 首先是豆子罐头 据说这个东西 不打开盖子 放在电炉上加热 就会直接炸开 很长一段时间后 罐头炸开 非常恶心的场景 但不至于致命 接下来要用更大的豆子罐头 爆炸更大 更恶心 也足以致命 接着是灌热装肉 能爆炸 罐装牛奶能爆炸 且致命 现在爆炸清单上 只剩一样东西 更巨大的熔岩灯 那熔岩灯留言的结论产生 足以致命 能量大 碎片多 留言证实 本期留言中间者 用亲身实验证明了 特斯拉的地震机 是信口开河 熔岩灯放在电炉上加热 会爆炸致命 豆子大罐头 与罐装牛奶也足以致命 今天的留言讨战 到这里就落下帷幕了 小伙伴们 如果听过有趣且可信的留言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欢迎大家关注安哥 我们下期再见